有不少民众没有住在户籍地 因此交通罚单和缴费通知单收不到 往往逾期缴纳 加倍受罚 台北市决定要行文给交通部 希望可以放宽通信地址 也可以让民众使用 很多在外就学或是工作的民众 会向监理单位申请通信地址 但是交通违规的红单 以及各项规费催缴通知单 一律都是寄到户籍地的 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罚了高额逾期的罚还 就算不服申诉也往往败诉而归 民怨现在非常的沸腾了 台北市已经决定 这个星期要发文给交通部 希望能够放宽通信地址 也能够当成居住所 更希望法务部能够进一步的修法 不需要限制公文 一定要寄到居住所 才是合法送达的要件 由于现在民众不住在户籍地的情况 非常普遍 公务总局十多年前就放宽 让民众向监理单位 申请户籍地以外的通信地址 但是很多人虽然留下通信地址 各种规费于其催脚书 还是一律都寄到户籍地 不少人都是接到裁决书 才知道自己是于其被罚款的 更过分的是警方也直接把红单 给寄到户籍地 因此商量是于其加倍受罚 比方闯红灯是罚2700块 于其就变成5400元 不仅是荷包大师写 更是气得要吐血 交通部官员说了 户籍地是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地址 公务总局也表示 通信地址没有办法辨别真位 如果民众不认账 以没有收到罚单来提起申诉 政府会站不住脚 而且很多民众留的是邮政信箱 并不是居住所 看起来如何达到辩民 又能够保有公平公正的原则 是需要花点脑筋了